面对繁忙工作以最佳状态是人 接受A线增采访不忘Q鹅肠请他吃饭 三女同学你的表现有点优秀 究竟是什么让他一直元气满满 我们打探过后没想到居然是这样 Hello A卡时尚的网友们你们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的三女杨玉琴 让自己嗨起来咯 对就是有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跟火箭少女一起 我就会想办法让我们的那个休息室 变成一个演唱会 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 然后我妈也有给我了一个泰国的药 就是补充身体的药 就是有可能缺钙缺维C 那个药都可以弥补 我比较容易生病 我就体弱多病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让我能在 不能说这个太极端了 我说能在多活几年 我说能在够活几年 有时候除了你刚刚说的一个小小小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迅速不运动你 回复经历我都会嗨 就还是一样 对就会自嗨 因为我自己自嗨了我笑了我就会觉得 那个感觉回来 所以就像今天也是很辛苦 但是我有可能就哇 来 来 好了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接下来 你来没有到时差来看的吗 到时差来还是睡 那你没有吃这个片子吗 你这一次来还没有吃到当地的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今晚腾讯时尚 腾讯视频还有A卡时尚可以请我吃饭 干什么呢